大家好我是首页人翟顿 有名吴老板啊 接下来今天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 return rewrite 还有一些ngix的其他的一些指点啊 然后昨天呢 我们讲到了说这个部署ss的证书 是不是啊 那现在 我们来看啊 我们访问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ip addr 看一下我们的if地址 主if地址192.168.61.139 是吧 我们访问一下 192.168. 哎 往哪儿去了 192.168.61.139 一挥车啊 这是默认找到了我们的什么第三个网站 对吧 我们cd到 etcngix 下面有个conf.d ls查看一下 这里面有我们配置的这几个网站的配置文件 对吧 我再复制一个绘画啊 然后这个呢 cd到web目录 ls 好 这是我们昨天部署的一些网站啊 我cd到3w目录下啊 ls 这是我们部署的那个small ball 那个小游戏 是不是啊 我把这个small ball小游戏啊 我把它呀 里面的内容啊 拷费到当前目录下啊 省得每次我访问 我还得在这后边加一个什么 呃 来 就这样我把这个small ball里面的内容啊全移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直接通过域名就能访问了 好吧 不用加这个small ball啊 那么mv把small ball里面的新内容移动到当前目录ls 来了 来了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再访问这个small ball呢 回车 哎 这样就可以访问了 好吧 先做这么一个调整啊 然后 我们我们现在啊 就是有个什么问题呢 有个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 你看人家 呃 百度啊 看人家百度 比如我在这输入 3w.百度.com一回车 哎 默认这是走在https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说我在这输入一个http 3w百度夸一回车 你看人家是不是还是走在https啊 你把这网址复制下来 你看人家是不是还是https啊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http 人家默认还帮我们挑转的是https 是吧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啊 当我们改成http 在这一回车 哎 跳到哪去了 跳到哪去了 跳到了我们第三个网站 是吧 为什么跳到第三个网站呢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三个网站 是不是这个啊 我们vm 我们cat一下吧 cat一下cjadon.com 啊 第二config 然后这是一回车 你看我是因为在servor里面 80档口 后边加了个defaultservor 它是我们当前系统 ngex部署的这几个网站的 一个默认网站 也就是说当我们访问某一个 ngex没有识别出来的 网址的时候 它就自动帮我们打开什么啊 这个 默认的这个网站 对吧 而且我们这访问的是80端口 所以说它默认打开的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80端口 对应的这个defaultservor 这个默认的网站是不是啊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这手动指定的是https http 冒号刚刚 而http 默认找80端口 对吧 而我们之前https 我这么一访问 你看就能访问到这个小一系 是因为https默认访问的443端口 那访问443端口的时候 就会走我们这个网站的配置 比如说我们cat一下 3w.wolloban的top 你会看到 你看我这么 我们这个servor监听的是什么 443端口 好吧 所以说 刚才为什么我直接指定http 一汇车来到这个网站的原因 好吧 而这个效果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只要是我的域名 只要是访问我们这个网站的域名 甭管你是http还是https 既然我配置了https 你就应该正常给我干什么 全部访问https 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什么意义了呢 就说你看 就是我在这写个http 他都帮我跳进别的网站去了 是吧 那有些人访问的时候 他可能就忘了输s 就3w.wolloban的top 一汇车 来到这个网站了 他就觉得 他就会觉得很奇怪 说怎么访问不了这个网站呀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要做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帮他做一个跳转 跳转什么呢 就是他输入http 原来给我跳到我的https 对应的这个域名对应的网站 OK吗 这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进行什么呀 来进行一个叫跳转动作 跳转行为 而这个跳转行为如何来做 如何来做 就这样来做 在sore当中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这个 location里边写个return return后边跟这么一个网址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什么 只要你访问 我的3w.wolloban的top 只要访问这个域名 不管你前面https 还是https 还是什么也没写 你都给我自动挑转到哪去 挑转到https冒号 刚刚3w.wolloban的top 帮我挑到这来 好吧 这就是这个挑转的意思 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先配跳转 我们先干什么呢 我们先加上这么一段 加上这么一段 来 先找到 先vm 我们这个 呃 无了 3w.wolloban的top 这个文件 然后其实跟大家讲 每一个 每一个网站的配置文件当中 可以允许有多个server 一个server 一个大活动里边 对这个server做一个配置 可以写多个server 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server 那我又写了个server server冒号目前这个兼听的是霸凌端口 还是我们这个域名 然后location呢 还是让他访问 就是让ngix自动打开我们web3w.wolloban的top下边的这个网站 好吧 站点根本录还是他啊 然后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单纯配置的 大家来看效果啊 我保存一下 system ctl 然后这个restart ngix 重启一下ngix啊 重启完了以后 我们过来再来访问 你来看啊 我在这一挥车 你看 他是不是也帮我跳到了哪啊 我的 我的是不是 我的这个小游戏网站 而你看到不安全 肯定是 什么 他是不是输入http 冒号杠杠 在这访问的 对不对 哎 那他输入https呢 http https 冒号杠杠杠 一挥车 哎 你看 https也能访问这个网站 http也能访问这个网站 现在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这样去配置 啊 我们 哎呦 重启了一下 稍等啊 现在你看 我们这样配置 说明我们这个配置也生效了 80端口 只要访问这个域名的80端口 还是找打开我们这个站点 跟目录的对应的网站 是吧 没有问题 啊 也就是现在http htps 其实都是访问的我们的网站了 但是 现在不太好 不太好在哪呢 就是因为 用户在这改成http 你会发现http 也能正常访问我们的网站 那我们设置https 就没有意义了呀 加密就加密不了了呀 对不对啊 我说https是用来加密的 现在又改成http也能访问 这这样配置就并不是很好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个 让他访问我们这个域名的80端口的时候 也就用http写访问的时候 啊 那么让他干什么呢 别直接 我们别直接给他打开我们的站点根目录了 我让他直接跳转什么呢 让他跳转 重新访问https 然后3w的乌老板的套法 所以说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跳转 而做这个跳转如何来做啊 我们先把这两行给他删掉 滴滴 滴滴 然后 好 在这里面加 34 return 跳转呢有两种手段 一个叫return 一个叫rewrite rewrite呢 是早先用的一种跳转方式 return现在是新的一种跳转方式 这种跳转方式呢 写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就可以怎么写呢 这样写 先给他写个什么呢 https 写这么一个return 就ok了 来 我们加个分号 保存一下 推出编辑 卡住了 等一下啊卡住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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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重新打开一个啊 我再复制一个 复制绘画 啊 然后 cd到咱们的ngx啊 这个etc下边的ngx 下边的conf.d啊 lsvm3w的无垃圾的套法 我ls-a啊 查看一下 这里面应该有个隐藏的他 是不是 把他给删掉啊 rm-f.3w他啊 把他给删掉 这是因为我们刚才vm编辑没有保存 是吧 他就是突然不给卡住了 要中断了 然后这留着一个缓存文件 把它给删掉啊 然后再vm3w的乌勒曼的套法 然后过来再看啊 这个地方你看没有改成功啊 把这个删掉 然后加一个 然后在这写个return啊 1234 21TURN 不是这个空格不是固定的 三四下啊 我这是为了看着 让大家看着什么更清晰啊 所以说写的 四个控制 LTBS 冒号刚刚 3w.5 老板.top 我就加这么一句话啊 哎 后边加个分号啊 好 然后wq保存一下啊 然后检查一下ngx语法 ngx-t 语法没有问题 是不是啊 system ctl ctl 然后restart restart ngx啊 一汇车 然后我们再过来访问啊 再过来访问 我做了一个跳转 是不是啊 现在啊 再访问他 走 哎 你看 再访问3w 无了半点top 你前面改成http 夸击汇车 你看 他是不是也自动跳转到了什么呀 https上 你看 一看这个 小锁 你就知道 他自动跳转到了https上 对不对 我按左右键 你看 这是不是变成https了 哎 也就是说现在 你用http 访问我这个域名 我也会自动给你挑转到https上 那这样的话 你访问我的网站 是不是就都是基于https来访问的了 对吧 哎 明白这意思了吗 这就是挑转啊 然后 你看我这里面给大家写的这个配置啊 后面加了个什么呀 是不是dollar request uri啊 urri是什么东西呢 urri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样的 大家不要看啊 我在这个家写了啊 dollar request的意思是网址的urri啊 就是系统的环境变量 自动带的系统的变量啊 自动带指的就是网址的urri啊 当我们访问某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访问的呀 网站完整的网址 我们叫url啊 完整的网址叫url 叫统一资源定位服务 好吧 这个url有什么构成呢 有协议啊 比如https https是吧 然后冒号杠杠杠 加上什么呢 主机 主机包含什么呢 ip或者域名 好吧 然后再加什么呢 加端口 http默认就80端口 https默认就443端口 好吧 然后再加什么呢 这个叫urri 这个叫urri 比如说你看 我们随便访问一些 一些网站 你看这个 百度后边跟了个 是的 这就是ur 好吧兄弟们 这就是URI 这就是切换了什么 就是通过这个 这叫URI 通过切换URI 切换了不同的页面 好吧 切换了不同的页面 OK吗 你看这个图片 刚才出了个什么 点了个图片 你看search search-search-index 反正是这个页面 好吧 就看到它是这样一个搜索页面 也就是说不同的URI 其实对应着不同的什么资源 OK吗 不同的页面资源 而为什么我在return的时候 后面要加一个 dollarrequestURI呢 URI呢 是这样的 看到我们这个网站 如果后边人家访问什么呢 比如说人家访问http 后边又跟了一个什么 别的路径 然后你一汇车 它还是跳在哪来呢 https3w的百度点套跑 好吧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里面 我跟大家说过 我跟大家说过 稍等 我登下QQ 我登下QQ 稍等 好 咱们来看 我跟大家说过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们讲atml 我们说过 这是客户端 这是服务端 服务端往客户端发了个请求 要它的页面 对吧 那服务端呢 客户端给服务端发了请求 服务端的回了一个什么 页面 是吧 比如说index.html 回了这么样一个页面 这是一个 沿尘域页面 这里面写了很多的代码 对不对 然后这个页面代码交给了他 这个页面里面代码包含什么呢 包含比如说 image标签 然后src等于什么一个图片网址 然后还可能包含什么呢 什么这个link标签 里边包含什么呢 等于某个什么 这个css文件网址 还有什么什么gs文件网址等等 当你把这个页面 回给它浏览器之后 浏览器自上而下 是不是解析这些代码呀 当它解析到 以没这标签的时候 它发现这个src指定了个图片网址 这个图片网址 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的 服务端的这本的网址 就是它就还会干什么呢 在解析这个atmary过程当中 浏览器会自动根据这个网址 往后再发一个请求 去要这个图片数据 你服务器来给它 它检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 它发现你又加载了一个 你这个atmary又加载了一个css文件 它又干什么 根据这个网址 去请求你的网址 再什么呀 再跟你拿回css文件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一个页面一刷新 除了发起了要html页面的 这个请求之外 页面拿回来之后 到浏览器上浏览器 解析这个页面的时候 又会发起这好多请求 给你的是服务端 好吧 而这些请求我们去哪看啊 就在这看点击检查 就在这就能看到啊 我把它调到下面来啊 然后在network这个位置 看到当我们在这一刷新页面 一刷新页面 你看这里面什么各种gss文件 看到吗 gss文件它请求的哪啊 是不是请求的还是我们这个网址 我们这个什么呀 我们这个网站后台啊 对吧 我们的网站后台 网站后台里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什么里面呢 在我们这乌勒班里面 肯定有一个叫做labs的 看到没有 ls labs labs 你看 pwd 在这个目标下 ls labs 你回车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还有两个文件夹 对不对 你按照它找gss的文件 请求gss文件的这个路径 labs modus 它下边有个它 对不对 modus一开头的 ls labs 下面有一个modus 下边有一个e开头的 是吧 你回车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命点gss文件 对吧 它请求的是不是还是 我们服务端这个资源呢 没错吧 没错吧 我就可以干什么呢 copy这个网址啊 copy这个网址 我直接就在这访问 直接就在这访问 走 你看 有没有拿到那个gss代码呢 拿到了 这就是gss代码啊 gss文件 好吧 这就是gss文件啊 这样我别给你们拿gss文件了 我给你们拿个图片吧 你看它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图片的啊 在这个 比如more image 好吧 more image 后边 我们拿上 copy这个网址 然后放在那里的一汇车 你看 它是更多游戏 一张图片 一个帽 叫png 你看我ls查看一下 当前目标 是不是有个冒点png 对不对 当他访问冒点png 的时候 除了前面的网址之外 后边 就是后边斜杠 开始 这 这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就叫 一挖爱 好吧 而那个什么呢 你看 gss 这个 gss 这也是 斜杠 慢 慢点命 点gss 看这个 好 整个 这一段啊 整个后边这些内容 斜杠 从斜杠开始 后边这些内容 全是叫 URI URI 好吧 全是叫URI 那现在 问题来了 看着 当我们后边 包含URI的时候 我们这个网址 如果我给它改成 HTTP 你挥车 看 是不是照样能 访问到 这些什么呀 文件 如果这些 也是一些页面呢 是不是这些页面 也都能被访问到呀 对吧 也就是说 你的网站 它可以通过 HTTP的方式 去访问其他的资源 这样就不合适 你应该让它访问 所有资源的时候 都应该干什么 让它走HTTP S协议 走加密协议 对不对啊 那此时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呢 就在我们的 就在我们的什么呀 配置文件当中 我再打开这个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 在这个 我们跳转的这个域名后面 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加一个 Dollar Request URI 那么NGX会自动 将别人请求的 这个网址 后面跟的这个URI 跟的这个URI 对了 让它干什么 让它也 什么呀 就是 让它走我们这个 HTPS的网 这个网址的同时 这个地方呢 这个URI 也能给它匹配好 OK吧 也能给它匹配好 你看 当我们这样 大家来看 我返回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访问的 这个图片网址 对不对 我在这直接给HTTP 你回车 你看 其实我们在这访问 HTTP 它不应该是给我们 加载这个图片 肯定刚才是有缓存 看到 我们既然已经配置了 说 你访问HTTP 加上这个域名 只要看在这个域名 就自动帮我们 挑点HTPS 对不对 看到 在这一刷新 走 是不是自动 跳到我们的HTPS 这个网址了 但是它跳在哪去了 它跳的是这个 直接跳到这个域名下了 我应该 它应该给我跳在哪去 应该给我跳在什么 什么 毛点 偏激 点 毛 点偏激 我这个路径 它应该也给我留着 才对 而不是说 它在这直接输入HTTP 之后 哗一回车 你还给我跳转到 这个手印来了 你应该给我留着 这个毛点PNG 而且是改成HTPS 应该是这样 刚才那个是 因为一些缓存 所以说我在这 直接改成HTPS之后 还能看见这个图片 现在看不见了 对不对 看不见了 这个页面缓存 还是比较烦人的 所以说现在的意思是什么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这个资源 后边跟着有URI 对不对 甭管有 就是跟着URI 我现在通过HTTP 冒号杠杠 来访问3W.5老板.top 后边跟了一个URI 比如说 more.png 这是个URI 对不对 当用户访问这个的时候 我们之前做了个什么挑转 说只要你访问HTTP 加上这个域名 甭管后边有啥 都给我自动挑转回哪 跳转回HTTPs 冒号杠杠杠3W.5老板.top 它就会自动跳在这个网址下 而这个网址对应的是网站首页 对不对 那实际上应该做一个什么效果呢 说你应该自动帮我再跳回什么 HTTPs后边加上这个URI才对 你不能直接给我跳回首页 那用户访问的路径可能他都忘了是什么了 就后边这个URI URI都忘了是什么了 你看人家京东 给大家看一下京东 京东点看 比如说便宜包裹 便宜包裹 你看后边跟着一大区URI 对不对 当我改成HTTP的时候 看到一汇车 他是不是还帮我跳转为HTTPs 并且你看还是这个URI 也就是你还看的是这个页面 这样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不能说我在这 我直接在这改成HTTP 夸你给我又回到首页去了 是不是 是不是不太合适 对吧 而我们如果说在这后面 加上这个Dollar URI之后 Dollar Request URI之后 他就能自动帮我们保留用户输入的这个URI 好吧 我再加一个插入粘贴 他就能帮我们自动保留用户的URI 好吧 然后我在这WQ保存一下 然后再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好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页面 Ctrl F5强制刷新一下 省得他又有页面缓存 那现在我们比如说 HTTPs冒号 比如说他走到了冒点PNG 他查看这个图片的时候 其实现在是在HTTPs下 是不是 比如说他现在改了 他把这个S他不小心输错了 他输成了HTTP 然后在这一挥车 你看这 在这一挥车 你来看 走 你看 是不是跳回了HTTPs 并且还在这个URI上 这样是不是就对了 对吧 这个Dollar Request URI 你看到他 就是起这个效果的 保留用户访问的原URI 在跳转HTTPs 明白这意思了吗 那这个跳转呢 其实干了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说用户 叫什么 用户访问HTTP 冒号刚刚3w.5 老板.top 板.top 然后我们服务端 干了什么事情啊 我们服务端 让他做了一个跳转 让他跳到HTTPs s3w.5老板.top 是不是做了一个跳转呢 也就是说 用户本来访问的是这个网址 咱们后台的给他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啊 让他自动跳转了 这样一个网址 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过程是这样子的 这是客户端 这是服务端 客户端发了一个 这样的请求 HTTP请求 然后你给他回应的是什么呢 你给他回了一个 HTTPs的网址 是这样一个过程 用户访问他 然后我们给他 我们给用户回了一个什么呀 其实回了一个这个 然后用户浏览器 收到这个之后 用户浏览器干了什么呀 自动又去访问了一下他 自动又去访问了一下 这个网址 然后你才给他回的什么呀 那个HTTPs页面 好吧 所以走了这样一个跳转 所以说刚才这个请求呢 其实是 你发这样一个请求 其实这里面中间涉及到什么 两个请求 你发这个请求 我给你回一个跳转页面 你再给我 我给你回一个跳转网址 你在浏览器自动 会走这个跳转网址 然后请求这个网址 我再给你页面资源 所以说其实这里面 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好吧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重定向 重定向上的 重新访问某个网址 也叫跳转 也叫重定向 好吧 而重定向或者跳转 我们响应回来的这个动作 响应回来的这个动作 咱们也是按照什么呀 http响应数据格式来的 这里面就要什么呢 有一个状态码 咱们可以设定一下 比如说302 302叫什么 叫跳转 叫重定向的意思 浏览器收到这个 响应之后 如果他看到302 他就知道 你让我浏览器 让我重新访问 你让我浏览器 重新访问某个网址 好 我看到了 你给我的这个网址 你也告诉我 302是重定向 然后跳转 我就跳转了 好吧 当然了 刚才没有指定302 是不是他也能跳转呀 rayter 里面就干这个事 好吧 那现在我们可以自己 给他干什么 在这指定状态码 比如302 301 302 都是跳转的意思 那关于状态码 301 302 我回头再给大家细讲 现在你先知道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可以定义一个什么 响应状态码 30级 30级就是 就是重定向的意思 好吧 然后在这 WQ保存一下 然后再重启一下 然后当然了 对我们刚才这个效果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就是只是有一个 响应回来 有个状态码而已 比如说LTTP 一回车 好吧 我在这检查一下吧 简查看Network Network 然后我在这走一个 HTTP 然后一回车 你来看 第一个请求 我们是请求的是 HTTP 请求这个网址 然后看 响应回来的状态码 是302 好吧 302就是什么的 跳转了 然后我还给他了 一个跳转网址 你们来看 你看location了吗 Response headers 叫响应回来的信息里面 响应回来的响应头 简直都是信息里面 有一个叫location的 location里面跟着什么 让浏览器要挑转的网址 紧接着浏览器 下一个自动又发了个请求 请求的是ATPS了 看见没有 所以说这一个 我就反问这一个图片 它其实有两个请求 OK吧 第一个请求 收到一个状态码302 浏览器说 我要跳转 那我跳转哪去 服务端已经告诉我了 在location这个简直队 对应的这个值上 他告诉我了 然后客户端浏览器 拿到这个网址 又发了一个请求 这才拿 这才什么呀 这才去拿到这个图片 好吧 这才去拿到这个图片数据 Response review 这不 这个图 这是响应回来的数据 就是这个图片数据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明白了 而刚才 我们在这network看到的 比如我在这里刷新 我把它清了 network这个地方 是可以看到 页面上所有的请求的 在这里汇车 好 然后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好 这就是两个 没问题 是不是 就是两个 行 这就是这个 return跳转的意思 return跳转的意思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去抓包 看一看效果 抓什么包 看效果呢 我们说http是不安全的 不安全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什么 明文传输数据 https 默认是密文传输数据 那我们就抓一抓 看看http和https 到底有什么 这个不安全的区别 好吧 不安全的区别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 不是已经改成https了吗 对吧 改成https了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关掉 我再去给大家找一个 不是https的网站 好吧 网页啊 然后往下看 比如说 这个吧 这还是个https的网站 加州儿童 这是个http的网站 对吧 然后好 我们用https的网站 和http的网站 我们去抓一下数据包吧 开数据包 那这样 我就直接抓公网的吧 给你们看一下 99爱旧 爱什么呀 爱旧是吧 99爱旧 也是不安全的网站 http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实验室 也是htt的 来 我们返回上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 哪个是https的 来这 这个是吧 这个是https的 我们抓一个这个https 抓一个什么 这个http 你看一下 这两个之间数据 传输的数据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吧 然后我们打开 WareShark WareShark也叫杀鱼奇 然后我现在 先忽略吧 让我更新 然后我现在访问的是公网 对吧 访问的公网 那我们就抓我现在连接的 这个WiFi的这个网卡 好吧 抓它 然后过来在这干嘛呢 访问一下 抗战5强制访问一下 然后这个呢 页面的也访问一下 Ctrl F5访问一下 好吧 然后抓了很多数据包 然后我停一下啊 停一下 你往上看 往上看啊 呃 你看我们刚才抓了个https的 访问这个https 访问这个http 对不对 访问这个http呢 访问的是叫什么 呃 域名是 K国外 是不是啊 K国外啊 K国外 你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叫K国外的 http 协议的 K国外的 这是个图片的 你看就 后边跟着gpg 看就是图片请求啊 然后 K国外 看能不能找找啊 呃 其实不用找K国外的也行 随便找一个http协议就行啊 比如说这个吧 这个 找个http协议 想看到我在这追踪一下流啊 追踪http数据流 你看 哎 这就是K国外那个网站 找的正对 是吧 它这是请求GS 你看 整个请求数据 这个数据包 我们现在抓包抓到之后 你是不是完全可以看到 看得懂这里面数据都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完全看得懂这里面数据都是什么东西啊 当然了 你现在可能看不懂啊 就是说 但是它是明文的 它这单词 你都知道 它是英文单词 对不对 都是明文的吧 都是明文的数据英文单词 但是你看啊 我们这个加密 我们这个加密 我们用了LTPS 它说它会做加密 对不对 它加密呢 它会用到什么协议呢 SSL协议 对吧 然后我跟大家说过SSL协议升级 升级叫什么 TLS协议 好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看啊 在抓 抓包的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什么呢 LTPS的协议 就找什么呢 就找那个 哎 我这包呢啊 把这个去掉啊 找到我们刚才抓的 看TLS了吗 看见没有 看着TLS了吗 TLS和HTTP 这就是LTPS的包啊 然后这是HTTP包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明显就不一样了 看到没有 LTPS的这回地方提醒你 GET是不是请求方法呀 整个这个请求行数据 你都能看得到 看见没有 请求行数据 这是请求的UI吧 哎 这里面你明确的知道 GET请 发了一个GET请求方法啊 请求的这个资源 然后用的协议版本是什么 但是你看 TLS的 你看这里面 直接显示的什么 叫Application Data Application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应用的意思啊 就应用从数据 只能显示个应用从数据 但是这里面到底是啥 不知道 看他 你点个他 刚才我们追踪他的流 你能看到 这个里面的什么 这个HTTP协议数据包的 那么一个格式 包括里面的一些数据 你是能看到的 对不对 你看 再看一下 是不是能看到呀 当你看 这个什么 哎 哎呀 他每次都帮我 自动过滤了一下啊 来 那我们来找到 找到 TLS 比如他 然后你看他 在你在这追踪流 追踪什么 只能追踪TLS的流 不能追踪HTTP的 好吧 你知道 Wireshark 能帮我们抓取 HTPS的数据包 但是他不能解密 HTTP的数据包 所以说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 你是看不到啥的啊 然后点开他 你比如说 我想看 我在下面能看到数据 你往下看 这不这一层吗 这一层的数据 你看 有一个你能看得懂的数据吗 还有吗 全是加密的 看见没有 哎 这数据全是加密的 好吧 哎 所以说HTPS为什么安全 就是抓包 你都看不出来 好吧 就以防什么呢 以防有中间人攻击 什么叫中间人攻击呢 你这是你客户端 这是服务端 你往这边发请求的时候 中间可能会有一个黑客 截取了你的数据 如果我们没有做HTPS加密 他截取到这个数据 哎 他一看 你就在请求什么资源 里边携带了什么数据 他一看就看见了 但是现在用了HTPS 他是即便是抓到了数据包 拿到了数据包 他也看不懂 因为是加密的 没有意思吗 哎 这是为了安全 啊 这是为了安全 然后这个过程呢 我会给大家讲HTPS原理的时候 会给大家细讲啊 行 这回明白为什么要改HTPS了 是不是啊 行 然后刚才我们讲了一个 什么呀 return跳转 啊 return跳转 然后 呃 行 我这样 我先停一下视频 啊 停一下视频 大家把这个实力 可以练一下啊 这个return跳转 啊 行 我停一下视频 你看你 我先停一下 嗯 我先停一下 我先停一下 我先停一下